這種道理是差不多啦 你現在的吃藥 你才覺得說 我自己保養比較安全 我為甚麼放在你家裡 所以這種觀點 你怎麼去扭轉 就好像說這樣 大家也很自然 額著你會把你的錢放在銀行 你就會這樣很安全 你願意這樣放 那你相遇銀行 那目前 你面倒的CASE 我面倒的CASE 就好像是當年的 要把錢從 從鐵碗裡面放到銀行裡面 這樣的一個 類似這樣的情景 我們把資料 要從自己的電腦 放到零上面 你 怎麼樣說服大家 這個是OK的 錢不會不見 資料不會不見 所以安全是一個很重要 大家要討論的課題 好 再來 再來就比較其次 像它說 Government Control 就是 去控管 怎麼去控管這個資料 大家也會擔心 你怎麼去控管 控制 那CASE 就會是那個法律的文明 就是那個 法律徽章的文明 有沒有 有什麼法律啊 特斯法 什麼特斯鑑法律 這都會去考慮 那怎麼樣去整合 Integration to internal systems 怎麼樣把我的 雲端資料 整合到我內部的系統 這也都是大家關心的 還有怎麼去整合到我的 Private Cloud Private Cloud 老實有講過 是系列內部自己 借了一個Cloud 它是Private 只有系列內部用 那我怎樣把Public Cloud Public Cloud 去做整合 那這個也是關心的 那Left of expertise 就是好像還缺乏一些雲端的專家 一些consultant 一些consultant 一些這種 這方面的顧問 所以也會擔心 因為大家有關第一次的東西 那誰是專家 可能也不多 他就是會concern 那 呃 還有Manage Mondial Cloud 如果有很多Cloud 我都只能去做那類型的 所以還有很多問題 大家應該會去擔心 也就是說我們認為叫做Charge 不過我相信 這裡面大概分成三類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信貸的問題 這個是無形的 就好像銀鑼交 阿胖阿胖把錢從鐵掛魚放到銀鑼 你怎麼拿來相信 你沒有辦法 你只有辦法對那個 阿胖阿胖介紹說 我的一趟裡面有什麼 對先進的保全系統 是怎樣設計的 他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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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機會他聽得懂 如果你剛才講說 假設你錢不見了 我也陪你 他聽得懂 所以後來沒有出馬保險 對不對 才有出馬保險 所以 信任度 信貸的問題 信貸的問題 你怎麼去稅額 那 資料是無價的 有一點資料是無價的 有沒有辦法對比到 當年的這種存款 有價的這些實力抄價上 所以這個是信任度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怎麼 法、法令規章法的問題 有些這個 這個 這個 客資啊 有些有些 有條法令啊 有些公司裡面的規章啊 哦 他還有一些規定 那這個 這個就必須要 法令法條 OK 啊 這個倒 倒可以 這個倒可以 有著力點 因為畢竟是法令規章 就是 CNF也好 或是說跟 跟政府之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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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快地做個協商 都會讓他可以制定 兒子的法令 哦 或是 呃 或是 政府他 大約說要求 這是要怎麼做 這是法令規章 這個倒是還是有著力點 哦 那第三個呢 就是技術上 那我剛剛告訴你 技術是最沒有問題 技術已經做得到 所以 那種無形的信貸 最大 再來是法令 法令修訂 法令規章 當然是有時候會 療療不利 技術很快就可以到位 我相信技術是沒有問題 哦 所以 人們的外規章 信貸度 比較不容易 法令規章 適之 哦 技術上 能夠到位 哦 那這個 要帶這些問題多於 不過相信我們現在 Cloud 還是一個 大家認同的 一個趨勢 慢慢的還是會 像這樣子做 好 挑戰跟障礙差不多了 以後挑戰就是有些障礙 所以說 剛剛這個資料 是2013年的資料 好 好 謝謝